什么样的学生应该出国留学? 以下三类学生,如果家庭经济条件允许,最好初中阶段就能够出国留学。 第一类是偏科的学生。 有的学生数理化很好,但是语文、政治、历史拉分很厉害,在国内长期会处在许长不短的状态。 第二,国外的学习更加重视扬长臂短,它可以把擅长的科目在中学阶段就学到大一、大二、甚至大三、大四的水平,还可以进大学的实验室做研究。 第二类是那些学习态度端正,学习认真努力,但是理科学习很吃力的学生。 我有个学生,他的父母是国内中学老师,他们都非常有经验,用他们的话说,孩子在国内就是个二本的命。 因为那些绕来绕去的题目,把他都绕晕了。 出国以后,理科知识比较直接,他的数学就没有问题。 他的学习习惯很好,完全能够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,成绩不错,活动丰富。 最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UBC商学院,毕业以后顺利入职世界500强的跨国企业。 第三类是那些聪明、有个性、不服管的孩子。 我的另外一个学生,智商高,但是在班上是个刺头,老师不喜欢,一直压制着他。 国外师生关系比较平等,出来读书以后,我们又把他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培养出来。 他最后去了康奈尔,现在也是在世界顶级的生物公司工作,妥妥的专业成功人士。 所以,如果你的孩子属于以上三类,建议你就不用留着那套房子给他了,卖掉房子,早早地冲他出国留学吧。 星期桶 Goodbye Goodbye B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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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e